遭警方上门取缔 原来这个强制违反了马来西亚的这一条法令 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新加坡大纪元 槟城威省中部警区主任沙菲毅助理总监 1月3日发文告指出 警方在接获公众举报后 于1月2日下午12时40分 到武吉丁雅一家中餐馆展开调查和取缔行动 沙菲毅在文告中指出 这次分别来自D7组 取缔非法组织速读与反分化组 D9组特别调查组和重案组 以及区域政治部警察部队到访该餐馆 并进行了彻底检查 由于业主已涉及宣传一个非法组织的行为 因此警方援引了1966年社团法令第47条调查此案 您了解了吗 共产主义在马来西亚是非法组织 在新加坡还有反对共产主义纪念碑坐落在新加坡滨海公园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警方在餐馆拥餐区的壁纸上发现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几个要素 这幅764.5公分长213公分高的墙纸上 印有中国共产党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 拿着中共红皮书的中共军队 墙纸上也写了宣扬共产主义意识的字眼 警方读了充公相关墙纸 也充公了四个上面印有毛泽东肖像的小杯子 这家餐馆的23岁经历也已经拘留 并被带到槟城威省中部 警察总部进一步调查 调查发现这家餐馆是由一名41岁华裔男子 与他的中国妻子所拥有 在检查过程中 业主目前因正在接受疫情隔离14天 而不在现场 此外 业主在槟城佛罗池华开了4年的总店 也因拥有类似概念 同样被警方取缔 槟城社区脸书发文 赞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干得最好 拆除一家在五级丁亚餐馆墙壁上的 共产主义图像和符号 千万不要给他们面子 涉及宣扬非法组织 警方开档案调查 槟城警方刑事罪案调查主任拉西米 受媒体询问时指出 警方是在接受公众投诉后 而展开取缔行动 并已开档调查 这两间宣扬共产主义的餐馆 拉西米表示 警方暂时未向这名餐馆业主 录取口供 因为对方正在接受疫情隔离 所以警方将在对方结束 14天隔离期后 再录取口供调查 由于业主以中国共产党 和毛泽东肖像为主题 装饰餐馆 以涉及宣传一个非法组织的行为 与此同时 警方也根据刑事法典第505B条文 进行调查 因为此案涉及发布或传播任何声明 谣言或报告 虚意引起公众恐慌和恐惧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渗透 判断